第一集 笑感动天 这个话说 顺能感动上天 有人说这是个神话 能感动天吗 那你是你 他是他 他做到了你没做到 你做到了再说吧 你试试看吧 说这个顺呢 他的父母兄弟 很顽劣 性格很乖张 到什么程度 多次想害死他 他在房上面干活的时候 下面点火 下面挖井的时候上面填土 然后投跑 回来 对待他们 依然的孝心 哀怠 比如说我做不到 而普通人 可能说是 孩子小 大人怎么对你 你长得就怎么对他 这就是现实报 这就是最现实的写照 时时刻刻 都有 每个家庭都存在 但是顺 他做到了超常 所以他是顺 然后 这个感动了 天 这些大象小鸟 他在种地的时候 就帮他一起种 至少感动了大象小鸟 那你要追下 你也能 那你运气不好 你至少能感动 蚂蚁 然后 这个 也感动了 姚 就把 两个妹妹 让给他 许备给他 有人又要动脑筋 因为古代是一副作息 还有他的好 我们再说 这个九个夫人 让给他 天下都让给他 成了一代的 三皇五帝 所以说 这个 孝 他的力量 就有这么大 你能发挥到多大呢